为了提升国产咖啡的品质 以及强化市场的竞争力 南投县政府委托国信乡公所 以及济南大学举办南投县咖啡评鉴活动 邀请专业评审 以SCA美国精品咖啡协会评鉴的方式 来进行官能评选 另外也征求县内有悲测能力的咖啡农 担任观察员 加强在地咖啡农悲测的食物经验 促进产业升级 2018年南投县咖啡评鉴在济南大学举行 活动由南投县农会 国信乡农会 以及济南大学观光休闲与餐旅管理学系承办 今年加入了济南大学 除了让评鉴有公信力 经由产官学合作 让咖啡品质再次提升 那这次呢 有建议跟渔网过去不同的是 过去大概都是在一些咖啡庄园来比赛 那这次呢 移转到我们这个技大来合作 是因为我们技大有蛮宽阔的一个校园 那另外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设备 不管是烘豆啦 或者是杯测教室都蛮齐全的 或者是他们在这些相关的设备 一方面就是能够将食物跟理论来去做相结合 尤其我们进到会长看到 其实在不管是在烘咖啡 烘焙的这些机具也好 甚至就是说在这边办理这样的一个平坚 一方面也透过学校 那邀请这些专家学者 利用这个学校的这个场域 来办理有关咖啡的一些讲座 彼此分享这个咖啡 这个生豆的烘焙的过程 怎么样再去做精进 咖啡的产业 其实在全国南投 南投县尤其是国庆乡 是占最多的比例 怎么样让它的品质提升 而且在整个咖啡产业上面 怎么样结合更多的一些资源 希望可以让咖啡产业 可以不管品质也好 我们做出品质以后 要让更多人可以接受 我想这个是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品鉴活动由农委会茶改厂 以及具有国际杯测认证的专家 担任评审团队 经由生豆特性鉴定 筛选在统一烘焙后 比照SCA 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品鉴的模式 进行官能评选 较特别的是 今年加入了观察员 让他们与评审团队互动 从中学习累计经验 那也希望他们一起来 来参与我们整体性的一个活动 包括现在是我们的初审 所以他会喝到 我们所有参加豆的豆子 那我们希望可以让他们 加入这个制度 是因为这对提升 我们在地农民的一些 对于我们 跟我们现场这些专业的 被测试来讲的 希望他们有更直接的一个连结 包括可以带着一起做训练 就是一起做讨论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整体我们南投县咖啡的一个落点 跟水平是在哪里 刚好考取那个美国 我CQI的国际杯测试执照 那现在想借由这个评鉴 他想说来这里当观察员 那观察员目的是说 第一个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全南投县的境内 所有咖啡品质之外 还有就是看可不可以经年度 就是透过今年学习到的 杯测的技能 能帮助自己的专业 能帮多少做多少 我们因为是农民 那又具备有杯测试的这个资格 所以我们在训练上面 如果能够直接在 评鉴上参与的话 喝到整个南投县全部的咖啡 我们可以了解自己 或者是其他农友 我们在制作上 是不是有什么可以精进的 那包括我们在后制 处理 后处理发酵 这些的风味上 是不是可以经由杯测 可以更轻易的去感受出它的风味 那我们训练足够的经验之后 我们其实以后或许有机会可以上场 做正式的杯测员 杯测评审 那又或者其实我们可以经由这一次的经验 回去做一个分享 由在地咖啡农 以及产销班成员 组成的观察员 首先都要有杯测式的证照 经由与评审团队的交流 希望能提升南投地区的咖啡产值 并且与国际接轨 将南投咖啡推向国际